有一个爱情故事让我印象深刻,这是一对老夫妻的故事,这对夫妻年轻时因为战争被迫分离,彼此失去了联系,那时他们还没有结婚但彼此非常相爱,他们约定无论如何都会等对方。 战争结束后南方一直在寻找他的爱人,但多次努力都未能成功,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都各自组建了家庭,但心里始终忘不了彼此,多年后两人都成了官夫和寡夫,一次偶然的机会,他们在一个老年活动中心再次相遇,两人都认出了彼此,尽管岁月已经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,他们回忆起年轻时的那段爱情, 发现彼此的感情从未改变,于是他们决定重新在一起结婚并度过了余生,这个故事让我深刻感受到爱情的力量,无论时间如何改变真正的爱情是永恒的,这种跨越数十年的爱情让人感动且敬佩,也让我相信爱情不仅仅是年轻人的专利,而是可以贯穿整个人生的力量。